欢迎收看113年10月16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赖昌邦 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男子区红毅里1157户使用一颗电表 由周游公司计算分摊金额之后 向住户收费 工业用电近几年连续调涨 居民无法负担高额电费 期待是否能够协助解决居民电费的问题 政府推出新清安贷款方案 间接炒热房市 圣诞热潮促使国营不动产贷款拼临满水位 随着央行寄出更严厉的打炒房措施 房贷看似更难贷 究竟现在适不适合买房 专家建议还是要降加评估 三明区千岁里内有一家古早味肉燥饭 耗费工时遵循古法 并且用精选的猪肉熬煮出一锅锅入口即化的美味肉燥 评价高达4.93颗星 在地里长也特别推荐这家古早味肉燥饭 新闻首先来看到台积电的效应 使得南子区人口增加 但是南子区却没有一座大型的篮球运动场所 因此高雄市议员李亚芬从109年开始 就督出市府能够在南子区新建一座风雨篮球场 没有想到一拖四年到现在仍然没有动工的消息 一整片宽阔土地还紧邻结运 位在南子区德明路与高南公路交叉口这整块 面积2146平的土地 李长与李亚芬议员争取规划新建 北高雄第一座的开放式风雨球场 让日益增加的南子区人口 有更优质的运动空间 我们八十二企已经开发了 刚好又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边包装人口数超多的 多了一千多户 目前都还持续在新建 那我们会迷你呢 只有一个小小的半个 就是两个篮球框架的小小的空间 在给大家使用 因为现在人口数也变多了 那孩子真的都没有地方可以运动 这个风雨球场 它在德明路与高南公路 这个转角处 又刚好台电也将把这个电台移除的话 那刚好是最好的 因为它附近又没有住家 然后做个风雨球场的话 大家可以很开心很尽心 又没有妨碍到别人的运动 高雄市议员李亚芬 四年前开始督促市府 新建风雨球场 运发局规划设置三面篮球场 一面排球及一面批克球场 但至今仍未有进度 议员大算市长拼选举时 口号是两年拼四年 现在建设是变成两年拖四年 那它原本是道路用地 那我们透过亚芬议员 他就说他接到电话 他就立马说好 随分里长我们来争取看看 他就一直奔波一直奔波 然后好不容易把它 地幕也变更了 但是到现在始终一直没有下文 当初从109年到现在 其实这个案子我一直在推 那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市长一直对 其他更大的建设会这么积极 那碰到了这一个建设 我们在运发局在这个时间却拖了很久 所以我一直在质疑这个部分 而且未来只剩下两年多的时间 我们很怕说这个政策 在我们这个任期是没有办法去实现 我会继续追希望把这个建设给做好 给年轻人更多一个去运动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南子区人口日益增加 公共建设也得跟着进步 让居民工作之余 也能运动休憩放松身心 记者吴佩山高雄报道 南子区红毅里过去是中油的宿舍 全部1157户使用一颗电表 由中油公司计算分摊金额之后 向住户收费 工业用电近几年连续调涨 居民无法负担高额的电费 期待是否能够协助解决居民电费的问题 摊开南子区红毅里的电费单 出账者不是台湾电力公司 而是中油炼制事业部 红毅里过去是中油厂区及宿舍 民宅都是使用中油所申请的工业用电 而且整区1157户只使用一颗电表 每两个月透过中油分配计价后 向住户收费 但是近两年经过四次电价调涨 工业电费暴增 加重退休老员工的生活负担 以民生用电跟工业用电的 替价来算的话 大概平均一付一年的电费 会差到7792元 那对他们来讲 他们的负担会增加 差好几千块了啦 对不对 他现在给我们改这样子 真的差很多钱 以我在用电的话 大概差了500块 我已经很省了啦 所以是从去年跟今年同一个时期你就差了500块 每两个月大概差了五六百块啦 所以变成你们生活其实就是忽然有点负担 我们内衣厂大家都老人了 大家都退休了 五六百块很好用了 因为我们里面长辈 他们其实基本上用电的度数都不多 但是你以一个均价用高压工业用电来计价 对长辈每个月的负担是非常的大 那一年下来他们差价真的是将近上万块 其实我对长辈来说 我觉得有些他是一个很大的 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李明期望 由高雄市政府接管里内路灯等公共设施用电后 居民分摊剩余费用来减轻负担 透过高雄市议员陈善惠与陈梅娟的协助 向市府澄清 把里面一些比较公共设施 或者是一些比较属于 中油自己公共设备的方面的这些用电 看看是不是请市府来接收 比如道路啦 或者是一些路灯公园等等 那这些费用是不是能够由我们市政府 先去帮中油负担这些部分 把一些电费先减下来 那也可以就是整个均价下来 那个电价平均用价 就是减低了 那这样就是降低出户的负担 这样比较公平啦 没有公用电 有哪些资料对我那去 这样对不对 路灯什么的 你过政府 你那些处理嘛 现在你 如果不是我们优待了 我们这些老人今天很可憐 至少是认同 但是因为这不是高雄市政府 一个一单方面可以决定的 因为这个毕竟牵扯到经济部 中油台电 还有一些法规的问题 所以可能这条路要走还有一段路啦 但是毕竟我觉得 既然市长已经释出这个善意 表示我们还是有一个好的开始嘛 那后面该大家一起怎么样来合作 若要实现里内家家户户都用民生用电 就得全部装电表 除了需加设电感重新拉线 住户家中电线也得全部换新 整体费用惊人 但住户希望经济部能听见居民心声 当然你长期来说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台电 回归由台电进来装设每一户的各个电表 这是根本的解决 我觉得就是用公平的方式对待大家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求的是 是给它分开 民生用电就民生用电 公共用电就工业用电 工业用电就工业用电 这是我们的目标啦 这样也对那个中油的老人工 也比较合情合理啦 居民都已退休 只能吃老本度日 希望与一般住户一样 用到合理电价度过晚年生活 再来看到受到山陀尔台风肆虐的影响 高雄市共有220所的学校通报受损 校园树木更是倒塌有8800多棵 高雄市议员江瑞宏对此在市议会部门质询时 希望教育局能够紧速恢复校园的环境 好让学童可以安心安全上课学习 受到山陀尔台风影响 高雄市校园也传出多起灾情 出股损失总金额达3.85亿元 期待修缮恢复 高雄市议员江瑞宏在议会咨询时 希望教育局加速校园复原计划 让学童得以安心安全上课上学 这次我们好好还有我们这一个不管是行道 人行道或者是入宿 我们市府有开一个看部会的一个会议 我们现在会从几个面向来做处理 第一就是我们修剪树木的一些规范 有关我们这家的风台影响很大 尤其我们校园里面 一些百年的大厨 比较大厨的厨房 都让我们修剪和整篇 我们校园和老师和教育局都很用心 要求来跟我们校园的立法和厨房 整理好 让学生可以有一个学习好的环境 尤其我看我们修剪树木的三天 也很多家园和四天 我们也去校园到三天 一些比较大厨的厨房 没办法也算我们拜托教育局 要紧法保保障来把校园整理好 江瑞宏除了要求市府单位 尽速将校园环境修复外 也提到接获多起家长陈勤表示 因为台风廉价关系 担心学童课程进度跟不上 希望教育局通盘检视各级学校 若是有课业学习上的变动 校方要加速跟学童家长沟通说明 所以说我们在前两天 在等待台风随时要进来的那个时候 我们就有透过各个群组的方式 去鼓励学生用各种的学习的资源 要开始善用时间来去做学习 在防災之余 那我们假如说有些空前时间 想要再去做进修 买当勇线上的资源 这四天停课 我们学生一些学习的进度 还是我们学校这边未来 是要如何因应来来保证的课 还是说不要影响到学生 跟老师的困难 本学建议 要有一个未来因应这个进行 保课的机制 也让学生学习的进度可以对 教育局则回应 在台风来临前 以通知各校呼吁学生在家自主学习 也有的学校采线上教学 课程进度不至中断 请外界不要担心 同时预计一个月内 会让校园环境恢复如常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这一次山涂台风所带来的 致灾性风灾 让市区多处文化园区受到损毁 高雄市议员蔡武宏要求文化局 紧速提出经费计划 加速加强园区修缮和宣导 让地方文史风华得以继续留存 全面自在性的山涂台风 在直扑高雄后 使得市区多起文化园区遭受毁损 对此高雄市议员蔡武宏 在议会部门咨询时 要求市府文化局 尽速盘点受损情况 加快复原脚步 让具备文史风华的文化园区 恢复原有样貌 再次吸引观光客的到来 交通的那种条件其实是硬伤 所以我们很任命的 其实我们每年在红毛港文化园区 办的活动非常的多 甚至两三个礼拜就会有一个 针对小朋友亲子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打造就是一个全家旅游 或是团客 或是情侣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针对 它的整体的一个旅游的方式设施 然后我们还会再努力加强 那个跟旅游业的对接 我们希望那个国内旅游的团客 可以不要忘了这个地方 可以常常来 高雄市所有的金管的文化园区 在这一次风灾 所谓的受损的部分 在整个我们的文化局 也非常的积极的 要去跟中央申请一些经费 来进行大规模的整修 甚至维护 所以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见证了高雄文化的奇迹 针对整个文化园区的推广 我也希望文化局可以多办一些活动 让更多的国人来到高雄 我们高雄市有非常多的文化园区 风景非常亮丽的一些打卡的景点 也让他们可以多多的去写一些计划 甚至配合一些旅行社来到高雄来去彩点 让高雄市的所有的文化园区 能够再次的活络起来 除了要求市府单位 加速文化园区的修复计划外 蔡武宏也向运发局提出建言 因为公园许多体建设施 多数使用者都是上了年纪的长辈 使用安全性要特别注意外 所以运动中心的加速设置 就有其重要性 同时也可以多加配置行动健康专车 深入社区教授专业运动技巧 进一步避免高龄者的运动伤害 那有关在运动中心的这个部分 我们事实上目前有所谓的这个长照 不是有所谓的银法族的这个优惠的这个时段 是在8点到10点这个地方 那如果未来我们可以再跟运动中心来协调 请他们多开一些银法族的长辈的相关的这个课程 能够让他们熟悉这些器材怎么使用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即将迈入超高零社会 那我们有很多银法族的长辈 他们在运动的时候 因为都要到公园 那甚至有些长辈因为公园的 整个运动健身的器材的设施 其实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长辈 他们在使用上面的一些困难 甚至甚至会受伤 那但是我们呢 运发局也非常的辛苦 结合一些民间的慈善团体 也推出了行动健康专策 用这些小小的车子里面 带了许多银法族一些长辈 他们所需要去复原或者去复健的一些器材 推广到社区 让这些银法族的长辈 能够直接在社区里面 去享受一些运动的服务 甚至可以了解这项运动 到底可不可以让他在整个身体的能力上面 技能上面 可不可以增加可以比较活耀一点 对于银法族的体健需求 运发局表示 地区运动中心持续建制外 也规划有优惠时段来提供给长辈使用 专业器材加上专业教练 希望银法长辈们能多加利用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高雄市政府日前核定 高雄车站旁建国二路上 土地属于高雄客运 国有财产局以及台铁所有的都市更新案 建物一楼为店铺 同时退缩人行道 顺畅衔接车站人流 帮助活络建国二路的商权 就在车站旁建国二路上 这一整块土地属于高雄客运 国有财产局与台铁三方共同持有 日前经过高雄市都发局核准都市更新 将新建一栋商办及一栋住商混合大楼 那它是面积0.4公顷 第四种商业区 那由高雄客运担任实施者 那在9月26号的时候 我们市府核定了这样的一个都更案 总共两栋这个大楼 那一栋是三半大楼 那一二十四楼 那一栋是住商大楼 那他们底层都是店铺 那地下六楼 那彼此结合在一起 建案位于车站专用区的端点 透过人行天桥与车站天棚连接 引入人流 都更区前方设置人行广场 同时退缩3.9公尺 增设人行徒步空间 来衔接车站人流 火落建国商圈 此案它整个底层都是店铺 那加上有宽管的人行徒步空间 那经过了三次交平 委员也要求他要捐赠 一处这个公车后车艇 那这样的人潮窜进来 然后引入到这个优质的徒步空间 改变城市的格局 那由于它位在长明商圈 以及建国路的端点 我们也期待展现不一样的商业氛围 建国路上到处都能看到招租招牌 建国路商圈自从高雄车站动工后 人潮锐减商家无法生存 地方期望车站都更案尽速完工 让商圈找回往日荣景 那现在已经经费洗笔了 所有的店面 所有的做吃的 或都招租比较多 所以说实在落寞的 真的是人潮整个不见了 所以说希望说火车站好 还有整个山地集团吧 那个整个都更 整个完成之后 我想把人潮找回来 重新活络整个高雄市火车站 这件民间都更案将投入33亿 预计117年完工 成为火轮车站商圈的最后一块平图 记者吴佩山高雄报道 高雄左营翠华路正进行拓宽工程 一旁靠近半平山脚下的路边停车阁 就被吐销了 让登山的民众没有地方可以停车 当地的里长表示 那里的机车非常多 汽车停车容易发生危险 建议改停在海公路一带 会比较安全 左营翠华路靠近半平山脚下的一侧 本来划有路边停车阁 但因为翠华路在进行拓宽工程 停车阁被屠销了 来登山的民众没有地方可以停车 连机车也不好停 引起不小抱怨 他现在在施工啊 我之前都停在庙那边 你看那边那个机车位 他马上说24号要到期了 这样子的状况已经摆了 好几个月都是那个样子 他是一直拖延工程 那我们就必须要走这个马路边上啊 那你来往的车子很多呢 对我们这个人身安全 这没有保障 当地的祥和里里长表示 靠近半平山脚下那一侧 能够划设的路边停车阁 本来就不多 再加上那里机车很多 车速也很快 汽车要切入停车或开门下车 时常发生危险 道路透宽之后 也不建议在那里划设停车阁 汽车的一个停车阁啊 确实是不足 但是不足中的时候啊 第一我们也不能说啊 去增设 因为车流太快了 我们的那个骑机车的 这种的一个骑士 我们的用路人啊 太多了 你如果不小心把车门打开 那造成碰撞以后 这样子造成就很大的一个死伤 还是应该要保留啦 以前还没有透宽 以前都有 汽车都可以停了 现在透宽以后反而不能停 至于骑车开车来登山的民众 要把车停哪里呢 里长建议可以转进 平山国小前的海空东路 这里停放 但还需要多划设一些停车阁 再做个告示牌 指引民众把车停来这里 会比较安全 可以啊 因为我们发山就是要 要运动嘛 停这边虽然走比较远的话 我觉得还OK啦 那不足中啊 我有建议的是说 在我们的登山口里面啊 设一个告示 就是提醒这些登山客啊 如果开车到我们半平山来 要登山的时候 可以引导他们来海公路这边啊 去做停放 那这样也会比较安全 因应台积电在高雄设厂而 拓宽了翠华路 路边停车阁因此被吐销了 市府需要再找一个合适的停车场所 或鼓励民众不开车也能够来爬山 不要让半平山变成可远观 却不易亲近的顾山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导 山徒儿台风吹倒了高雄三明区 编号003的百年榕树 这棵从民国开立到现在 就已经存在了老榕树 是三块错重要的地标 为了延续情感和记忆 议长康玉成请市府全力抢救 让百年老树能够和地方继续成长 三块错车站旁边这棵老榕树 整棵树的树冠都已经不见了 枝干也是不满了切口 可以看得出这棵百年老树 才刚经历完一场大截 高雄三块错车站旁边这棵老榕树 有100多年的树林 是在地人的重要地标 前几天被台风吹到连根拔起 目前已经重新扶正 这棵从民国开立至今 就已经存在了老榕树 是三块错的重要地标 为了延续情感和记忆 议长康玉成请市府全力抢救老树 并在市场陈迷的指示下 公益局农业局邀请相关专家 一同全力扶正 让百年老树能与地方继续成长 那因为那棵老榕树的树林蛮久的 今天是民国113年 树林也是113年 那因为它正好在旧的 三块错车站旁边 那我们觉得这棵树 本来就是登记有岸的老树 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来把它 救起来 公务局农业局立即邀请 屏东科技大学森林系 陈建章教授到现场指导 从枝叶和根系修剪 树屑挖掘 其辅振方式给予协助 我来坐火车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一棵 它这个树长得很茂密很漂亮 对我们就是一个回忆 经过近三天的努力 终于将它重新再站起来 听到百年老龙抢救完毕 还有民众特地从哈马星赶来 就为了拍照纪念这棵 充满纪念价值的老树 特地来看了 以前也没注意到 我在那个哈马星那边 这个是有一个历史的纪念性 它其实有些大树老树 其实可以救的应该尽量救 目前三块错老龙树已经重新扶赠 但是否能够抢救成功 还需要持续的观察 最后可能还需要等到明年春季 才能够确定 在第一天的时候 我们组织的方式就是 先把那些已经受损的枝干 先把它修剪掉 因为那个已经没有用了 反而会造成负担 也把那个根系做整理 然后现场我们做土壤的改良 一般而言 我们对这种全岛的数 其实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十的信心说 它可能还有机会 班而言的话就是要等开春 但是这种植物其实很难讲 它有可能会 它受到逆境的时候 它会像休眠那样 三坨台风造成高雄大量绿树倒塌 三明区的龙树公园 也正在抢救另一棵 138年树林的老树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这些老树承载的时代的变迁 是在地的重要地标 期盼能够再次换回生机 陪伴地方成长 记者双军 高雄报导 再来关心的是 受惠景气复苏 台股上涨 近年上半年 台湾的房市表现亮眼 但是在9月之后 由于央行七波信用管制 以及放贷水位即将满额 房市明显的萎缩 房仲业者就观察到 成交额是有减少的情形 但是房价会不会有变化 还得到年底才能够确定 上半年收惠台湾景气复苏 台股上涨 以及新清安政策 加速自助族群进场 带动房市交易量 今年房市前两季表现亮眼 但在第三季之后 受限于政府政策 与放贷水位即将额满 动能不足 房市呈现紧缩情况 第一个就是银行在信托管制 就是贷款有一些条件 跟对象上面的管理跟限制这样子 第二个就是商业银行 它在拨款上面的资金水位已经有满 大概是这两个主要的因素 在影响房地产的市场 我们观察到的是确实这样子 它可能在买方的数量上面 可能是有比较明确的减少 据我们内部统计 大概是下降10到20%左右的买方数量 抗物数量这样子 那对于那个屋主的部分 它可能也会在这样子的预期之下 可能会对于房价的上涨 还有在期待的这个部分 会做一些修正 央行第七波信用管制 针对名下有房屋的民众 第一户购物贷款没有宽限期 但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陈数 直接降为五成 突然的政策打乱了即将成交的建案 雨波荡漾持续影响着房市 业者推估房市要稳定 还得看到年底 可能到年底之前 建商它的那个成交量 它可能进而会影响中古屋的市场 所以在房价的部分 可能还是要看到年底的时候 这些交易量是不是会影响 整体的交易的平均水准跟价格这样子 但是以现在的目前上面来看 会还在市场上面卖的 还是说还在市场上面购物的 它可能都是回归到 比较理性的刚性需求 所以屋主端啊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它在开价上面 不会再持续开高 这样都是比较回归到 实价登录的行情 比较有理性的去跟买房 做个互动这样 许多人期盼着央行打房 是不是真的能有成效 让想买房的人 不再忘之却步 影响的话 可能我们要观察到说 到年底的时候 它是不是实际上 会去松动这个价位 当然我们预期这样子的量减少 在价位上面是会修正的 房市稳定在刚性需求 真的要自助的买方 多看看实价登录 了解趋断状况 作为买房参考 记者吴佩山高雄报道 政府推出新清安贷款方案 但是却间接炒热房市 生态热潮促使了国营不动产 贷款拼临满水位 加上转租和人头互乱向平传 银行审核变得更加严格 案件量大也让拨款排队 随着央行寄出更严厉的打炒房措施 房贷似乎越难贷 究竟现在适不适合买房 专家建议还是要详细评估 财政部推出新清安贷款方案 出众是为了协助无自由住宅家庭购屋安居 自去年8月上路以来 确实也帮助了许多年轻族群购屋 但也衍生了各种违规情形 5年宽限期 40年齐房贷 贷款成数最高可达8成 瞬间成了买房最轻松的付款方式 非常好 它可以让我们年轻人 有更好的购买房子的欲望 然后因为利息低 然后可以增加年轻人去看屋买屋 还有拥有自己的房子 因为政府的新清安政策 确实让购屋者询问的 询问跟来看屋 甚至成交的机会都很大 那因为就是政府这些政策 让这些年轻人 本来没有办法买房子的 终于有一点宽松 稍微松一口气可以买了 新清安贷款方案间接炒热房市 深贷热潮促使国营不动产 贷款濒临满水位 加上转租人头户乱向频传 银行审核变得更加严格 案件量大也让拨款排队 随着央行寄出更严厉的打炒房措施 房贷看似更难贷 但究竟现在适不适合买房 专家建议还是要详加评估 贷款的门槛下限到18岁就可以贷款 但是最主要对一个18岁的年轻人来讲 他没有投期款 他不是可以全额弹 至少自己准备两成以上的自备款 那虽然讲是讲八成 那银行在评估物件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地点 还有屋矿 屋林 等等条件 来评估 所以不一定是一定可以接到八成 但是这是上限 那我们讲说政府给补贴只补贴三年 甚至宽限期只给五年 那五年表示说你这当中只缴利息 不用缴本金 可是五年之后你仍然要本利贪还 那这时候年轻人就要试算 自己的还款能力 而不是说只是意味的 因为有这个优惠措施 然后看人家买房子就跟着去买 那自己要评估自己的状况 自己平常的收入 还有家庭一些支出 你也要计算在内 那当然还有自备款的部分 那假设买一千万的房子 你自备款两成 你也要准备两百万 那买房子不是只有两百万而已 因为你还要负担一些 弃税 中介费 还有其他归费 甚至你搬家购买一些东西 那这个一定是要有一个预算在 绝对不是可能抓得刚刚好 就可以去买到房子 那这一部分 就是购物者也要自己评评良好 就整体现况而言 有人担忧央行打房会导致房价崩盘而却步 但专家建议若有自助需求 不用太忧心 由于房价仍有高营件成本 自助买盘等因素支撑 况且很难准确预估低点 长期持有者就会是最后的赢家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为了协助身陷障碍的朋友 顺利走入职场 劳工局博外职业技能训练中心 每年固定开设培训课程 代理学员们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学习 掌握职场技能 同时今年招生更透过了高雄轻轨来做宣传 期待让有需要的民众 能够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掌握资讯 高雄轻轨再次变装 这次化身成劳工局博训中心的招生大使 以博训营业中为口号 期待能够吸引民众的眼球 让大家一起关注肾脏就业的议题 同时也期待有需求的学员 能够把握时间报名 提升自我专业和职场顺利接轨 博外职业技能训练中心 是国内唯一专为生育生育生育者 提供职业训练的公立机构 那成立三十多年来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透过多元的培训课程 来协助生育生育生育者 学习仪器之长 那顺利进入之长 那高雄轻轨目前每日的一个载运量 已经达到两万多人次 那是所有市民朋友 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大宗运输工具 那所以我们这次的招生广告 最主要透过我们环状轻轨列车来宣传 那就是希望能够增加招生讯息的一个能见度 那达到最大的一个宣传效果 国外职业技能训练中心 是国内唯一专门提供身心障碍朋友们 职业训练的公立机构 自民国76年成立以来 始终并持着服务的初衷 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培训课程 也协助学员们能够掌握技能 而每年开设的课程 也根据职场的需求调整 期盼让大家都能够顺利的走入职场 近几年端音音还有AI话题的热度度攀升 所以我们明年规划办理端音音的一个制作班 还有AI课程 还有行政事务班 那另外社群经营也是时下必须要了解的领域 那是时候我们的图文编辑 还有社群小编的应用班 就很适合民众来选择 那除了电脑相关课程之外 我们在手工艺部分 我们也有皮革工艺的一个制作基础班 那另外在清洁之类部分 我们也有汽车美容 还有清洁技术还有圆衣班 那课程相当丰富多元 那只要你年满15岁 具有接受职业训练基本能力的一个身心障碍者 都可以来报名 为了协助更多的身心障碍朋友 能够顺利进入职场 博讯中心会持续跟更多的一个单位来做一个合作 那然后开设符合就位市场需求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今年的一个课程 114年的课程将于11月1号正式受理报名 那只要你符合资格的部分都欢迎你来报名 那相关的资讯 报名资讯 可以上我们老公局博训中心的一个官网来查询 或者直接到我们就位服务站来说句简章 114年的培训课程 报名将于11月1号开始启动 欢迎符合条件的身心障碍朋友们 一起报名来学习 记者周府庆高雄报导 再来看到高雄骑山的这位林淑华 陪伴年迈而且失智的婆婆 为了妥善照顾好她 甚至选择辞去了工作 全心全意地投入照顾 并且每天准备三餐 照顾好婆婆的健康和心理 用爱支撑自己 陪伴婆婆失智的痛苦和辛劳 祝你帮你照顾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都死了 嗯 婆婆把自己认成儿子 对于住在高雄骑山的林淑华来说 已经是家常便饭 婆婆自从六年前 诊断出失智症后 个性与作息都有剧烈改变 林淑华也因此决定辞职 全心照料婆婆 我原本就是乡下的孩子 那我有一个梦 要去台北奋斗 那没有想到 在台北跟我先生结缘 然后又嫁回来这边 那婚后我们还是在台北啦 那一直到我公公往生 那我婆婆就 我先生一个小孩 男孩子啦 我有两个大姐 我先生有两个大姐 那大姐都结婚了 那我跟我先生说 公公往生了 婆婆一个人 她长期就是住在乡下 你要把她带上去台北 对她太残忍了 因为她举目无亲 她一定没有地方走 很快她就疯掉 那我们两个就商量好 就决定辞职全部回来 就回来跟我婆婆一起住 就我回来的时候 发现我婆婆在找她的妈妮 我说妈妈你在找什么 她说我的钱刚刚我还放着 可是我喜欢找出来 我就找不到了 我说你不要急 慢慢地来 结果我发现 她的钱放在浴室 我这次才真的是警觉到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 这次不行 我们一定要带她去看医生 后来我带去看医生 她说你婆婆确实是有 那个失智的倾向 林淑华的丈夫也在三年前意外失能 并在近年过世 剩下林淑华一人与外籍移工 共同照顾婆婆 即便辛苦 但林淑华仍愿意为爱付出 也愿意亲手为婆婆准备三餐 扛起责任 因为我先生往生之后 就剩下我们 我跟他还有小孩 那我的小孩跟我说 妈妈 你外劳还是要请着 要不然你一天24小时 你会疯掉 我说好 那我外劳还是请着 那我就跟我大姐他们讲 妈妈跟着我 我不会把他放掉 我就把他当作是 我前辈子欠他的 这样子我心里会比较好过一点 说真的 有些时候他真的很如辣 那我就当作是我欠他的 所以我心里会好过一点 我跟我婆婆说 只要我有一口饭吃 他也一定有饭吃 但是不要跟我要求说 要吃三蒸海味 我就陪着他到他年纪 去年老的这样子 就像这样子 丈夫离开后 林淑华在每天清晨 若有空闲时间 就会到家中的龙眼树园工作 修剪树枝等杂物 也都由他一手抱办 因为应该说是 他来磨练我 刚开始他没有 还不知道他生病之前 说真的 我对他颇多怨言 我反而放下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责任扛下来了 我说我一定会照顾他 在我有生 希望我在有生之年 我如果还在 我就一定会照顾他到老 这样子 必须坚强 也真的非常坚持的林淑华 在打理家里 与照顾婆婆的方面 都足以被表扬 因此也获得这次的高雄市 效行楷模 记得朱金伟 周福庆 高雄报导 高雄林雅区有一家在地经营 35年的早餐店 每天早上都大排长龙 店家最独特的产品就是全套 在烧饼油条里面加上蛋饼 独特的组合让顾客念念不忘 将擀好的油条放入油锅 炸起来金黄酥脆 让人垂涎三尺 油条外头再夹上刚出炉的烧饼 这是当地居民激推的传统早餐店 在地经营35年 就连制作烧饼的器具也很不一样 是一代老板精心研发制作的白铁烤炉 我爸爸本身是做铁工的 那这个炉子是我爸爸自己设计的 就是把它变放大板一样这样 所以就是烤起来的口感跟速度 会比原先的还来得快 然后清洁整理也比较好 清洁这样 间距方便与卫生 让消费者可以吃得很安心 营业时间总是大排长龙 客人跟店家也有专属的通关秘语 那就是全套 烧饼加蛋饼加油条 这样的全套早餐 让顾客吃下肚超满足 它这个现烤的就是很香 是全套 烧饼油条又加蛋饼 它的油条 它的油条 它的油条很新鲜 不像人家回锅油 黑米嘛 是切切 不像人家轮轮 表示东西有新鲜 我来 我就都买油条 买猪肉饼 买减豆奶 他们的减豆奶好吃 烧饼油条 我给他排第一名 就趁热吃比较好吃 刚刚刚起来趁热吃 比较酥脆 这个组合油来 应该是要推算到二十几年前 有一个客人 他就是想要这样组合 然后我就想说 诶 改天我来试看看好不好吃 诶 果然这样搭配起来也蛮好吃的 因为早期 妈妈跟爸爸他们在经营的时候 就只有卖蛋饼油条跟烧饼油条 但是就是没有全套这个方法 蛮对味的这样 就是为里面就是里面外酥内卵这样 吃烧饼搭配豆浆让人饱餐一顿 二代老板接手经营多年 用心制作每一道产品 要把这三十五年来的烧饼好滋味 继续传承下去 记者周福庆陈英君高雄报导 三明区千岁里 因为邻近自强市场美食聚集 其中有一家古早味肉燥饭 耗费工时遵循古法 加上店家用精选猪肉熬煮出一锅锅 入口即化的美味肉燥 评价高达4.93克星 在地里长也推荐 来到千岁里 一定要来品尝这里的古早味肉燥饭 三明区千岁里内 因邻近自强市场美食聚集 其中有一家古早味肉燥饭 耗费工时遵循古法 加上店家选用上等猪肉熬炖猪一锅锅 入口即化的美味肉燥 评价高达4.93星 在地里长也推荐 来到千岁里 一定要来品尝这里的古早美味肉燥饭 肉燥是其实蛮香的 就是那个 就是会让人家忍不住多吃一点 它的肉舌 其实就是肥瘦鬆 一口饭 然后一口肉舌 然后再加几个榨菜 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入口即化刚刚好 那也有些人喜欢拌着整个拌盒混合着吃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搭配好吃 鹹香鹹香 你一定要鹹太香 皮油那一部分去做 因为那个把油爆出来之后 你会觉得它吃起来的口感不会那么油腻 就是吃人家说的 吃的就是那里入口即化 好吃的还不止如此 这里的猪脚 剥皮辣椒鸡汤 以及矿肉 都极受欢迎 顾客常常一同点餐 餐厅也提供各式便当 加上丰富的汤品和配菜 分量多 CP值高 非常适合喜欢台湾本土风味的食客 好吃好吃 鲁肉饭不错 经济实惠 然后又很好吃 而且老板娘给的那个东西都分量很多 剥皮辣椒鸡汤 那它就是由鸡腿下去做成的 然后它剥皮辣椒吃起来的话 就是有加了脆瓜 所以就比较甘甜 女生都还蛮喜欢吃这个焢肉的 其实我觉得焢肉搭配孙瓜就是很对味 然后这个就是老板清新乳了猪脚 猪脚的话 因为它就是皮很Q 所以女生都还蛮喜欢的补充胶原蛋白质 这样子 耗费多道工序 等待半日才能成就这一碗 不同风味入口即化的肉燥饭 老板谦虚的说 多亏客人的意见 成了好事至今 评价高达4.93星 也欢迎大家来到千岁里 一定要来品尝这里的 古葬美味肉燥饭 记者张诗明高雄报导 接下来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想要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YouTube频道 会V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类长帮 我们下次再会 期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